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有小鱼还在营业,杨子已有新剧播出,李线还能吃韩商严红利吗? 你们最喜欢哪部电视剧呢? 相信亲爱的,热爱的播出时,大家都成为上头姐妹。 近日,网友发现有小鱼竟还在营业,有小鱼的饰演者杨子已有新剧播出,李线还能吃韩商严红利吗? 亲爱的,热爱的是杨子和李线主演的青春励志言情剧,这部剧播出时,每期剧情更新后,相关话题都会登上热搜。 这部剧即将迎来大结局前,两大位视为提高各自的收视率,纷纷修改自己的头像,看到这样的情况,网友忍不住调侃,你们谁放出得多,我就看哪个卫视。 这部剧播出前,李线还是被狗子吐槽的对象,标题是,曾经爆红的李线,如今只靠电动车出行,但这部剧迎来大结局,李线却成为当红的流量小生。 粉丝心中的现男友。亲爱的,热爱的是2019年7月9日开播,转眼间,已经过去两年,但让喜欢看这部剧的观众却没想到,官方竟还在营业中。 2021年12月15日,有小鱼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更新一条动态,不知不觉就到冬天了,我最近趁着天气好,出门拍照了,你们最近有什么好事要和我分享吗? 看到有小鱼的动态后,网友忍不住评论,这寿候真的太赞了,感觉童年真的在世界某一个角落过着平淡又幸福的生活。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演员都是靠着热播剧火的,而一部热播剧可以给演员带来很大的红利,但热播剧的红利究竟可以吃多久,还需演演员自身的发展,有的演员还可以拍摄一部又一部热播剧,但有的演员能维持自身热度就不错了。 亲爱的,热爱的迎来大结局,杨子两年没有新剧播出,直到女心理师开播,在这部剧中,杨子饰演女心理师赫顿,从这部剧的热度上看女心理师获得观众的一致认可,它不仅仅是一部职场剧,更是一部治愈剧,让更多人开始主动关注心理问题, 甚至在关键时刻会伸出援手,而杨子通过贺顿,演技再次获得认可,相比之下,李宪所饰演的角色,却引起争议。 亲爱的,热爱的播出后,李宪拍摄的古装剧见王朝开播,大部分网友决定追这部剧就是因为李宪,但这部剧却并没有因为李宪的人气获得过高的关注度。 随后,李宪和陈丽农主演的《赤狐书生》上映,李宪和陈丽农去到各地宣传,不得不说,这部电影的热度很高,可是影片的质量却依言难尽,虽然票房过异,但对于李宪和陈丽农来说并不理想。 12月13日,雷佳音、李宪、葛优领衔主演的《古董局》中局开播,但网友对这部剧的评价却褒贬不一,目前豆瓣评分为6.3分。 虽然这部剧电影的热度并不高,可是网友对李宪饰演的角色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。 一部好的作品,会让演员获得更多观众的认可,但是想保持自身的热度,只有不断产出优秀的作品,只有这样才会巩固自己的人气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